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期视频要跟你们分享的呢 是我的一个五六月份的爱用品 那我知道这个视频的话发出来有点晚了 现在已经是七月的下旬了嘛 但是呢因为五六月份对我来说的话 真的是比较忙的两个月份 五六月份的话基本上整个学期的下半学期嘛 下半学期的话就是相对会比较忙一点嘛 就是论文呀考试呀 然后各种作业啊会特别多 最重要的是我还经历了一个final考试周 那简直是人生的灰暗期好吗 但是这次五六月份的爱用品呢 东西是非常丰富的 就是这一些 然后我还列了一张表吧 最近发现了一些好用的东西 就心得什么的还整理了一下 就这样跟你们讲起来也会比较周全一点嘛 可以看到这一期的东西呢 是会非常非常丰富的 就是呢虽然时间晚了一点 但是在内容上的话会给你们做一个补偿 因为现在的话其实天色有点晚了嘛 所以我就打了一个灯 所以整个视频的灯光看起来 可能就是比较白亮一点 不像平常的日常光的话 看起来那么自然一点 这一点的话也希望你们能多多包涵 OK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OK那今天第一个要跟你们分享的呢 是一个洁面产品就是奥伦索奈拉这个黑灶 这个的话其实本身还蛮大的 是整整一块的就是被我用的已经就是 还剩这么一丢丢了 那我本身皮肤是混油嘛 尤其是像我每天都是带妆的 所以的话是需要一个清洁力比较强一点的洁面呢 我觉得这块的话是属于清洁力比较强的 它有比较强的清洁力 然后虽然它也是这种造肌的 但是它洗完之后的话脸上一点点不干 它洗完之后脸上会有一点弄瑟瑟的感觉 那弄瑟瑟的感觉呢我是很喜欢的 我感觉你把一整天脸上的一些污秽啊 油脂全部都洗完了去除掉之后 脸上非常自然的那种就是没有补水的时候 有一点点干干涩涩的感觉 但绝对不是那种让你感觉干燥紧波的那种感觉 其实这块黑灶它还是蛮耐用的 它的整个质地是比较硬的那种 就不是那种摸起来软软弄弄的那种灶 我其实近两到三个月是一直在有用它的 就是用到现在的话差不多还有这么多量 其实它是非常非常耐用的 所以这一块如果我用完了之后 没有继续找到比较合适或比较喜欢的几面的话 我应该还是会继续回购这一块的 下面一个我这两个月比较爱用的一款护肤品呢 是桑德拉里的这个Good Jeans的这个精华 这个精华的话是之前有在开箱的一个视频里面 就有跟你们讲过 我当时在桑德拉里家买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它那个绿色的那个大瓶装那个toner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精华 这两个东西我都有在用 但是那个toner我就觉得一般 但是这个精华的话我是真的还蛮喜欢用的 我现在用了差不多快二分之一的量了 我觉得是真真实实的能够感受到 它在我脸上的一个作用的 我的皮肤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长痘的皮肤 包括说现在这块还有一块痘痘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的脸上没有特别多那种凸起的痘痘了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话 整个脸的状态的话还算是比较稳定的 当然像我们这种痘痘剂 如果说一颗痘痘都不长的话 那真的是哭天喊地感谢老天爷了 那最近用这款精华呢 我觉得它是让我的整个脸上的一个 痘痘发出来的一个状态的话 是保存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尤其是脸上就是痘痘感觉 要发出来或者说比较红的时候的话 我就会用一下它 脸上痘痘非常明显的一个作用 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下巴会有一块硬硬的 就你知道里面是有一个那种 痘痘是即将要发出来的 就是你没有看到它痘痘本尊 但是你一摸这块是硬的 然后还会有一点痛痛的 那时候呢我就会连续用几天这个精华 那你就会发现这颗痘痘的话 它就会被镇定下去了 就是不会再冒出来变成一个白头啊 或者说浓包这样子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痘痘完全就是 在这个精华的帮助下被镇下去了 因为这个精华是有一定的酸类成分 并且其实是它是针对痘痘剂的一个精华 所以我其实用的时候 我并不会全脸用 那我一般用的手法呢 我是把它挤在手上揉开之后 我是这样涂抹整个脸颊这一块 然后这一块 不会全脸去涂抹 因为这种酸类的嘛 我觉得如果说你是没有长痘的地方的话 其实是没有太必要用这种产品的 所以其实我用这个精华也没有很久了 差不多开关到现在的话 应该有大半个月的时间吧 那这大半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我的整个脸的状态 我觉得都是非常稳定的 而且我并没有每天再用它 就是差不多过个一两天会用一次这样 松树以上的功效的话 我觉得这款精华 对于我脸上整个一个痘痘的一个改善啊 包括说整体的消炎阵地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的 所以这是我近期的一个爱用 也推荐给你们 下面一个近期的爱用品呢 是利普斯泰的这个立体修护冻干粉 这个利普斯泰呢 好像是国内的一个大学 应该是济南大学吧 他们自主研发的一个品牌 然后其实它的包装盒呢是这样子的 然后包装盒里面打开呢 它是有几个这样的一个小玻璃瓶 然后就是像我手上拿的这个玻璃瓶 它是有六个 然后其中三个的话是那种粉末状的 另外三个是那种液体状的 就是你用的时候需要把那个溶剂 液体溶剂倒到那个粉状的里面 然后把它们融合成一个就是混合液体 然后再盖上这样的一个小盖子 你就可以用 那冻干粉呢 其实它还有一名字就是叫EGF嘛 那EGF呢 它是有比较强的一个修复能力的 再加上它的分子形态比较小 就是可以让你的皮肤很好的去做一个吸收 然后以达到就是修复你皮肤的一个效果 那我其实买的时候 我有看到它上面说的就是主要的一些功能 它这一排的功效其实还蛮多的 那我用上来呢 其实我没有感觉它那么神奇了 说真的有就是又是淡化痘因 又是改善皮肤 又是修复啊什么的 没有这么神奇 那为什么这是我近期的一个爱用 并且我想把它推荐给你们呢 因为我觉得它的修复能力是真的蛮强大的 因为其实在我用那个好基因精华之前 就有一段时间我的脸上是一个烂脸的状态 就不知道为什么脸上就是爆发了很多很多的痘痘 非常多的闭口跟痘痘 然后呢我就开始用好基因精华 用好基因精华的话整个脸就稳定下来了 然后再慢慢改善 但是当时长的一些痘痘的话就还在嘛 痘痘的话慢慢削下去的话 你就要对脸去做一个这个修复工作 那我的整个肤质的话是属于那种疤痕质体质 就是皮肤它自己的一个修复能力特别差 所以我就开了这个来用 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我在晚上护肤的时候会用这个 然后呢一整夜过去了之后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是能明显的感觉到我的皮肤状态啊 比如说我痘痘痘在慢慢的结痂啊 它的结痂啊包括说它变红的状态就比前一天晚上会好很多 我觉得这个呢它不是一个你日常每天都要去用的一个护肤品 它是我觉得如果说你眼的受损比较严重啊 还有就是说你需要对你的脸上去做一个修复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去加快你脸的整个一个修复 今天要推荐的最后一件护肤品呢是这个福尔加的面膜 如果说你有一直在关注国内的这个美妆护肤这一块的一些趋势的话 就会发现就是近一两年啊 就是这种医美面膜非常非常的火 因为其实医美面膜的话很多它的功效都是针对一些就是 受损肌肤啊痘痘肌肤啊 或者说一些这种有一些特殊皮肤问题的一些皮肤的 那我买的这个是福尔加医美的 是叫透明质酸钠修复贴 这个呢我觉得它的功效对我来说跟刚刚那个EGF 是有非常强的异曲同工之处的 就是我晚上敷完了之后 然后我第二天起来的时候看整个脸上的话 就是它的光亮程度啊 然后脸上一些痘痘的泛红啊什么的都会改善非常多 就让你整个脸的愈合速度会变得快很多 那它的使用感受上呢 其实你贴上脸的时候是感觉那个精华液还是挺多的 然后还挺补水保湿那种感觉的 那我觉得跟市场上很多面膜不一样的是 它这个面膜纸特别特别的软 毕竟一常买的一些那种美妆护肤品牌的那个面膜纸 我觉得要软很多 可能它会给一些那种就是特殊美容护理后的肌肤用嘛 那像一般很多皮肤做完一些那种美容护理之后的话 脸上的肌肤会整个都比较脆弱一点嘛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它把整个面膜纸 是做的非常软非常舒服的 然后这个面膜呢 我也不是非常经常用的 只有说烂脸的时候 脸上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 我需要它尽快去做一个修复的时候 我用这张面膜 那我当时是连续用了大概四五张 其实现在的话脸上状态就还可以的时候 我就没有继续再用它了 就是只是或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下去用它了 那这两个月发现的比较好的护肤品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彩妆产品 那第一个要跟你们说的呢 就是Two Fist的这支Hangover的隔离 那这支隔离呢 也是属于我近期发现的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 首先就是它的味道特别好闻 就非常非常清爽那种椰子味 就你完全不会感觉它是隔离它是彩妆品 感觉它就是一个乳液护肤品 它挤出来的质地是这样子的 就是像一个乳液的质地水水的 然后整个涂开之后呢 也是水水的 非常好涂开 非常的轻薄 就涂完之后你会感觉自己整个脸呢 像涂了一层保湿面霜一样 就是整个脸就是水当当的那种感觉 还有眼儿我觉得这款 如果说你是干皮的话应该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这款隔离其实是主打保湿的嘛 所以它对于你后期的 整个妆效的一个持妆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一块呢不会有太大影响 不会说因为你涂了这个隔离 能够帮你的这个粉底液持妆更久 那如果说你对妆前的整个诉求的话 就是希望它能够提高你整个脸上的一个保水度 让你后续的更好上妆 上妆上的更伏提的话 我觉得这一款的话你可以试试看 讲完隔离的话 下面我们来看两个腮红 近期很爱的两个腮红 是Addiction的这个腮红液 那我买了这两个颜色一个是04号一个是12号 那比较红的这一款是04号 然后比较粉的这一款的话是12号 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这个04号 它的颜色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水润的红色 它这个就是那种标准的水红色 就如果说你们再找一款那种很正的水红色腮红 那我觉得这个很合适 它的颜色会偏橘也不会偏粉 我现在就用一点在脸上给你们看一下效果 它的刷头拿出来呢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点像指甲油一样的刷头 就是这个整个包装这样这个刷子就真的很像指甲油有没有 那我一般的用法呢 我是直接拿这个刷子 然后就是在你的脸颊这一块稍微点个两下 就是量不要太多 就轻轻这样点两下就完全够 然后呢非常简单 用你的指腹把它在你脸上这样慢慢的拍开 很多人说不会用这种液体腮红吗 那我觉得Addiction这一块的话 就是在你的整个apply上面是非常easy非常简单的 就不需要你用太多的手法呀工具什么的 就用你的手这样轻轻的拍开就可以把它整个拍的非常非常均匀 如果说你不喜欢用手来上妆的话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海绵蛋 用它就是比较平的那一头用海绵蛋 这样子把它在你的脸上慢慢的拍开 那海绵蛋的话我也是建议大家选中就是它的这个平切面是比较小一点 因为你如果平切面太大的话有可能不好控制一下子就拍的太大范围太开了 有没有看到就是你随便这样用手或者海绵蛋拍拍它就能非常均匀的在你脸上晕开 其实我现在脸上的话是一个完全带妆的状态就是我什么腮红啊散粉全都上过了 就是虽然你脸上是有粉状的东西的但是它也不会说卡在你脸上什么的 就是还是非常的均匀自然 那我喜欢addiction这个液体腮红还有一点原因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出来 其实我现在脸上的腮红是非常重的 因为我本身就有自己的腮红 大家我又上这个腮红就是其实脸上的腮红非常红 但是你们可以看出来吗 我脸上的腮红红但是一点点粉感都没有 因为如果说你想画那种腮红比较红一点的妆 如果说你是用那种粉状的腮红 你用刷子在脸上这样来回扫多少几遍的话 有的时候脸颊这块的话就会看得到那个腮红 刷出来那个粉就是会有那种粉感 因为它没有那种粉感 所以很像你自己皮肤里面透出那种粉粉的感觉 还有一个这个12号我也给大家试一下它的颜色 12号这支它的颜色就是比较粉一点 然后它里面是带有那种细细的一些珠光在 能看得出来它里面有一些这种细闪在吗 其实我觉得addiction这个12号它里面金色的细闪 没有NARS的那个高潮细闪 做那么细致就是有的时候如果说你铺在脸颊这一块的话 尤其是你在苹果肌上方这一点 就这一块你有的时候抹的时候抹到上面这一点的话 你就会看到它有一点那个金闪的话 就是有一点堆积在这边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抹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抹开吧 所以就相当而言这个带闪呢 我还是更加喜欢我刚刚上脸的这个04号的这个水红色 我刚刚又去照了一下镜子 我发现我这个脸现在真的非常红 像个红屁股一样 因为刚刚又上了一层腮红嘛 我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这不是都是为了给你们试腮红嘛是不是 就上脸之后才能干出感觉嘛 真的好红啊 你们不要介意好吗 下面要给你们分享近期的爱用品呢 是MAC的这个单色眼影 Omega就是非常网红的一个鼻影修容色 颜色画出来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非常经历的大底色 然后整体的话就是比较偏灰调的 但讲到这个东西呢 其实又是我的一个土包子时刻了 因为这个其实火了蛮多年了嘛 但是我也是近期才开始用到嘛 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用的 它整个颜色呢是发挥的 不像很多欧美的一些彩妆的一些修容的话 它是会有很浓的棕调啊 黄调啊或者说红调在里面 这一支的话就是没有那种杂色在里面 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灰灰的这样的一个大底色 所以的话用在我们整个亚洲人的肤色上的话 是非常合适的 但我觉得这块单色眼影它能够做修容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它的显色度其实不是特别高 你会发现眼影的显色度一般都会比修容啊 腮红这种的显色度要高很多 但这一块的话就是它的显色度 其实真的不是特别高 像我这样抹一下的话 你在手上的话都不会看到说特别重的颜色 尤其是这样深色你看到的颜色不是很重 所以它上脸之后的话 你即使这样多扫几遍的话 也不会说立马出来一个很深的一个灰色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入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你就可以干脆的买了 就经过这么多人的认证和推荐嘛 就是真的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近期比较喜欢用的眼影呢 是Urban Decay的这一盘Naked Heat 这盘呢也是属于我买回来蛮久 但是近期才开始用的 那这一盘的话 我觉得就是属于一个非常经典的红棕色的集合体啦 就各种色调 各种深浅不一的橘红橘棕色调 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Urban Decay他们家123那三盘我是都有的 但是讲着那三盘 我真的就是都比较一般般 没有一盘我是就是感觉很喜欢那种 但是这一盘的话 我是真的还蛮喜欢的 虽然它的色调是比较单一啦 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些红棕橘棕色调 是整个就是相同色系的可以说是 但是我觉得它在同一个色系的基础上 能够把它相似 但是又有一些差别的一个色调 全部都做出来 并且是做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配色的话 我觉得还是做的挺好 那这盘呢 它的整个粉质呢 也是属于非常细腻的 然后它的粉体呢 是属于相对比较干燥一点那种粉 那我划了几个颜色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整个显色度的话 其实也是没有话说的 就是像我划了这四个颜色 其实你们单把某一个颜色拎出来看 就是真的都非常的好看 只不过说这一盘被大家诟病的一个点 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太过相似了 而且就是没有什么层次感 就像它的一个打底色啊 就是非常非常少 那这盘的显素 我觉得是属于中上吧 然后也蛮好晕染的 所以不会就是一上眼 就容易下手很重啊 就是你买了这盘之后呢 其他的一些这种单色眼影啊 或者说其他品牌的一些红棕色系啊 就是基本上你都能在里面找到就是非常相似的颜色 就不用再去找一些其他颜色啊什么的 就这一盘基本上就够了 OK讲到眼影 那下面我们眼部彩妆继续 想要给你们推荐的是两支眼线笔 还有一个睫毛膏 那我们先看眼线笔这一块 眼线笔的话 想给你们推荐的一支是stila的这支眼线胶笔 那这支眼线胶笔呢 其实我也是不是第一次提到它了 它的顺滑度非常好非常好画 但是它的整个笔头呢是比较粗一点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它画出来呢 是比较粗一点的这种线条的 所以呢我会用它来画内眼线 因为它非常非常不晕 它的特点就是不晕不晕不晕 我觉得就是要强到100次它不晕 这就是眼线笔 尤其是画内眼线的笔 就是不晕真的太重要了好吗 这支内眼线笔呢 我是看Tati推荐的 因为我本来很喜欢Hourglass那支 那支用完了之后呢 我就去买来这一支试一试 我觉得是真的还挺不错的 首先大家可以干出来 我刚画的时候就非常顺滑 然后它作为一个黑色的话 其实它的饱和度还蛮高的 又顺滑又容易上色 颜色又很浓郁 然后又不晕 就一支内眼线必备的一些要素 它都有了 下面这一支呢 也是一个眼线胶笔 这支的话是Mark Jacob他们家的 一支眼线胶笔 那这支呢 大家看出来比较小嘛 因为这支它其实不是一个正装 它是我拿Sephora的那个Points 换的一个就是 这种像小礼品啊 还是什么的嘛 那大家看一下这支呢 它的笔头也是比较粗一点的 但是呢这支它的整个高体呢 是比较硬一点的 所以它画出来的线条的话 是会比STIA这支的话 比较细一点 因为它比较硬嘛 所以不会说你轻轻一画 就有很多颜色出来 这支它的一个特点呢 也是不晕不晕不晕 就大家要相信我 我推荐眼线胶笔 一定是非常不晕的 因为我的眼皮非常容易出油 非常容易晕眼妆 非常容易晕眼线 所以如果说是我推荐的眼线胶笔 你们就完全不用担心 去晕妆这个问题 对这一点就忽略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这支呢 它相当于STIA那支呢 它是更加的像眼线胶笔 那你们看一下 我现在画的这个 我用手去搓它 就它非常的干燥 而且根本没有办法 把它搓花掉 看到没有 然后你用眼唇细去卸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不是说 融在你的眼睛上 然后有一坨黑的 而是说像是那种 黑色的小颗粒一样 把它卸下来 就是虽然你把它卸下来 但是你只是 把它从你的眼睛上抹下来了 而不是说它融在你的 那个卸妆液里面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我意思啊 就是我只能说这样来描述 我对它的一个使用感受 这支用了 我应该会去买它的一个症状吧 我一个小缺点就是 它的笔头也是比较粗一点的 我觉得没有办法去勾勒 你外面的眼尾啊 这一块 也是比较适合画你的 整个一个内眼线 下面一个继续是眼部产品 想要给你们推荐的是 恋爱魔镜的这支睫毛膏 然后这支的名字非常浮夸 叫超机长 名字叫什么来着 就是我只记得它叫超机长 什么什么名字我会打在下面啊 就是恋爱魔镜这支睫毛膏 那这支睫毛膏呢 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这个刷头 它这个刷头呢 是像这种扁扁的 像一个小梳子形状的 然后上面呢 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种纤维附着在上面 我觉得它刷出来的效果 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的 就是超机长 因为它上面有很多的小纤维 是会粘在你的那个睫毛上的 让你睫毛变长 再加上它本身的 hold卷翘的效果也很好 那我最喜欢它的一个点呢 就是说它这种小梳子的刷头 真的可以把你的睫毛 刷出那种根根分明的感觉 我觉得它不是主打那种浓密卷翘的 它就是走这种 纤长机长路线的 知道吗 那我拉近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的睫毛也是用这支刷的 就是它整个出来的效果的话 就是睫毛就是非常的细 根根根根分明的感觉 然后整个卷翘效果也是蛮好的 能够看出来吗 至于防晕染这块的话 这一款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完全不会晕染 跟我之前用过 它们家那个红色管子的那支 是一样的 就是非常非常不晕染 这点大家也不用担心 所以如果说你是喜欢那种根根分明 然后喜欢睫毛有那种纤长效果的 这款睫毛膏我非常非常推荐 然后价格也非常的合适 很喜欢 我觉得这款应该是我以后会长期 背在我的化妆台上的一支睫毛膏 下面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最近很爱用的两支口红 大家分享这两支口红之前呢 想先给大家汇报一下 刚刚那两支眼线笔的一个PK 就是我刚提到的两支 一个是长的 这个是Steela 然后一个是Mark Jacob 我就先想把这两个擦掉去试口红 那我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卸妆巾 然后我去擦了之后 大家有没有看到 Steela的就是已经没有了 然后这个呢 还有 就是真的蛮难卸的 那由此可见的话 其实Mark这支的话 是比Steela这支是更防水 更不晕染了 如果说你是超强大油皮 超强的容易晕眼线的话 那就真的要去试试这一支 就是卸都卸不掉 还有一点点我就不擦了 手都擦得痛了 OK那我们下面来看 近期很爱用的这两支唇膏 第一支想要给你们推荐的呢 是Charlotte Tiberi的一个网红色 叫Walk of Shim 这支真的是 哦我不能提这支的名字 我现在一提到这支的名字 包括说我一打开它 我一看到它的颜色 我就满满的爱意 你们懂吗 这我最近真的超级喜欢这一支 然后我每次涂这支的时候 我就后悔 为什么我几年前不去买这一支 因为这一支真的太好看了 那我涂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那CT这支的Walk of Shim呢 涂出来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这支的颜色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气质的 一个豆沙色 它是一个比较红润一点的豆沙色 它同样是属于豆沙色系的嘛 如果说NARS的那支 Doch Vita是属于那种 邻家女孩的话 那我觉得Charlotte Tiberi 这支Walk of Shim 就是属于那种 成熟有气质的那种 新时代女性 知性的气质里面 又带着一点点气场 然后女人味里面呢 又透着一丝丝的境遇 就这个呢 是我为她想出来的最好的赞 你们知道吗 这支在我的心里面 就是给我一种这种感觉 如果说一个女生涂了这支颜色 从我对面走过来 我就感觉好像是那种 就非常有气质 非常有自己的独立想法那种感觉 一支口红的颜色 就能让人联想到那么多 就足以看出来这支颜色是 多么的优秀 多么的有内涵 OK刚刚是小剧场阶段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测评好吗 这支的质地呢 是属于比较丝滑的质地 然后这支的膏体呢 我觉得是比较特别一点 就它涂在嘴上呢 你是感觉 它的这个唇膏啊 是会感觉那种干干的 不是那种很湿润的 很油润的那种唇膏 是让你感觉就膏体是硬硬的 但是如果说 你在嘴上这样就是 来回的涂抹的话 又会给你一种丝滑感 就是涂上去的话 不会有任何卡断的感觉 那它的质地呢 我觉得是有一点像 NARS的唇膏比的那个质地的 它的整体质地呢 是会相对比较轻薄一点 但是的话完全不会拔干 NARS的Dolch Villa那么红 我觉得这一支真的 完全不输Dolch Villa好吗 我觉得比Dolch Villa 更有气质 更有女人味 真的如果说你是走那种 清熟郁节路线的 就是也是喜欢这种 比较气质类型的一些口红的 我觉得真的要去试试 这一支真的很好看 非常非常的好看 这种一点都不妖艳见惑 但是第一次涂就能惊艳你的颜色 相信我一定要去买 然后刚刚忘了说了 我今天嘴上也是涂的这一支 然后还有一点我想啊 就是再次证明它很厉害的一点 就是每次我涂这一个口红 然后我po照片在卧博上 都会有人问我 就是你这个口红涂的是什么 颜色的很好看 非常适合你 就是有一个人 同时问了两次还是三次 他每次问我都是涂的这一支 可想二支 最近另外比较喜欢的一支口红呢 是Colorpop的这一支 Foolish 也是他们家这个系列 比较明星色号的一款吧 那这一支涂出来的颜色呢 是属于那种枫叶红的 那跟Walker Shem来比的话 它就会橘掉很多了 我觉得可能现在晚上灯光问题吧 整个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橘 如果说你是在白天看的话 它是更将偏向于那种 就是枫叶色调 比较偏橘的一个枫叶色 它是属于橘色调里面 带一点那种土棕的味道在里面 所以就是整个来说 我还是算是比较枫叶色一点的 那这一支它的整个颜色的话 比较适合配上你稍微淡一点的眼妆 就如果说你画一个大地的眼妆 然后去涂这一支颜色的话 整个妆面会非常好看 它上嘴呢 其实颜色也是非常好看 非常有气质的一个颜色 非常适合搭配比较干净一点 整个穿搭呀 妆束这样子的 一些白色衬衫啊什么的 涂这个颜色都非常好看 然后我觉得也是属于 比较适合秋冬的一个颜色吧 所以最近还蛮喜欢这一支的 Colourpop这个系列呢 我是有买了两支 我觉得这个系列的质地的话 都会相对的比较干一点点 就是尤其是你涂了一小段时间的时候的话 整个嘴上的话会有一点拔干 所以用这个之前的话 最好去用一些就嘴唇的打底 哦对我最近用了那个 Colourpop他们家的那个唇部打底 就是跟Mac那支打底很像的那支 我用下来我觉得还挺不错 其实你就可以买他们家那支了 也很便宜 就先用唇部打底 然后再用这个系列的唇膏的话 可能整个妆效啊 使用感受伤会好很多 OK那今天视频的最后呢 是想跟你们推荐一支指甲油 就是鹿黄农 他们家的这支161号 它叫Tick Rose 这个灯光实在是 对于指甲油的色差实在是太大了 你们看上去是不是偏橘啊 但其实这支呢 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那种鲑鱼粉色 那我个人呢 其实是很少涂一些红色跟粉色的指甲 那就看出来了嘛 我是喜欢这种颜色的 但是这支呢 是我难得的 我觉得比较好看的一个粉色 它是属于那种鲑鱼粉 它一点点都不会俗气 然后比我们正常看到那种 很pink的那种鲑鱼粉的话 就是要稍微暗一点点 是比较暗一点的那种粉色 算了我现在涂一个给你们看一下吧 就是放在瓶子里面 真的不太看得出来 然后我把手上的指甲卸掉一个 那卸指甲呢 我用的是之前在Sephora买的 那个卸指甲 就刚好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真的非常好用 就是你手放进去搅搅搅搅搅 呃十秒钟吧 差不多吧 登登 见证奇迹的时刻 是不是很干净 就是这些的超快的 因为它里面有海面 然后伸进去有一个小洞洞 你就手在那个洞里面搅两下 就OK了 非常干净 非常好用 非常的快 那这只涂出来呢 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能看出吗 是这种蛮嫩嫩的粉色 那我这个才是涂了一层嘛 如果说你涂两层的话 就是颜色会更饱和一点 但是放心涂两层 虽然颜色饱和 但是明度不会变高 然后洛华东他们家指甲有呢 我最近也有买了一些 就是我手上这个蓝色 也是他们家的 我觉得他们指甲有的话 就是干的还挺快的 然后做家务什么的 也不会掉特别快 像我手上这个 就是已经有涂了一周多了嘛 所以我最近用他们家指甲有呢 我觉得还挺不错 那手上这个蓝色呢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但是其实我是第一次涂这个颜色嘛 就是所以我就已经7月份了 我就没有把它放到 那个五六月的爱用里面 我觉得这个颜色 其实也挺好看的 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个颜色的话 到时候去看我的7月爱用吧 OK那我们今天满满当当的 五六月爱用品的分享 就到这边了 我今天提到的所有产品的 一些相关的一些具体信息啊 名称啊 一些色号什么的 我都会更新在下面的信息栏 如果说你对任何东西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也希望大家能多分享 就是最近自己用到的一些 好多的东西呀 可以给我留言或者弹幕 OK那最后呢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说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或者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多少有一点帮助的话 请给我的视频 点赞留言评论弹幕 当然最重要的是 要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OK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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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